超过十几道美食点心 出自北海吃鸡之工巧思 他们共同的食材是浸丝产品 为前来育佛的民众结缘 我觉得这个点心是不错 像那个Jerry 还有那个咖喱捲饼都是不错 尤其是那个黑麻糬 是不错又健康 浸丝资粮不仅变化多样 对于注重养生的民众来说 方便不少 我曾经很想说要学习吃素 但是我找不到那个方向怎么走 然后今天来到这里 发现有很方便的地方 可以和我们在家里 所以我还走进来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我们 在家里比较方便的几个 除了推广健康蔬食 志工也把握机会宣导蔬食的好处 吃素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对我来说 经过师兄的讲解 我也得知 原来名人有很多名人是吃素 而且他们的举动也 对地球环境做出一些帮助 慢慢培养吃素的习惯 带入生活中 身心健康的蔬食生活 需要人人来推动 让社会更祥和 进化 待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